我现在心里也挺开心的 其实训练的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游输这样的成绩 觉得自己训练没有白费 这次的目标就是想把400米游好 这是我的主项 我们三位中国选手一起游泳 会觉得紧张吗 还是会比较兴奋一点 挺兴奋的吧 也挺开心 因为那两个队友也是平时训练大家都在一起的 然后关系也比较好 我发现您中间游泳的时候 然后有一段是比较偏离的路线 对对对 请问您怎么最后找到方向的呢 靠表面的那个水线 就是塑料球的那个水线 还是摸着然后重新找方向 我中间确实有一个比较歪了 脸都撞水线这样的 但是马上调整一下 因为平时训练的时候都经常练 机场店这种就是马上顺便调整一下 然后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慌 好 好 好